马丹那日前经传严重细菌感染 甚至还昏迷 紧急送往家户病房接受治疗 她的全球训练也跟着喊咖 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 她已经在6月底出院回家 并于11日发文和粉丝报平安 她先是感谢大家的这能量 所有鼓励的话她都收到了 感受到大家满满的爱 她目前正在康复的路上 而她也透露当她从医院醒来时 第一个想到的是孩子 第二个就是想到歌迷 不想让买她演唱会票的人失望 也不愿辜负这几个月来 跟她一同努力的怀恋伙伴们 对此马丹那也表示 现在会努力让身体健康和强壮 并和粉丝们保证会尽快与大家重聚 也会再重新安排北美巡演 并会在10月份开始欧洲巡演 希望到时候可以见到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